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这几天KK便利店的袜子风波一直出现在我们的事件当中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诡异,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伊斯兰党的领袖在这一个课题上面近乎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非常的不同寻常呢 感觉上伊斯兰党在这一个课题上面应该是要站在最前线 喊得最大声,喊得最极端的那一个才符合我们一般上对于他们的认知吗 那到底为什么他们格外的安静呢 有些观众就在我们的WhatsApp群组里面,那个吹水群就有提出这一个问题 我发现这个问题过后也是觉得相当有趣 于是就开始了我的这个想象或者是我的推论 我第一个推论就是伊斯兰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之前被雪州苏丹写信 骂这个哈迪阿旺搞到伊斯兰党要跟哈迪阿旺做出部分的切割 所以在这一个敏感时刻他们选择精进不出任何声音呢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有,可是当我想升一层的时候 我觉得不对吗 伊斯兰党就算真的是对王室有顾忌 但是这么好的这一个课题 对于他们来讲,炒作成本是零 然后收益啊,可以是无限放大的 你看现在阿克马多么的风光在这个穆斯林社群里面 所以不可能白白把这一个免费子弹送给阿克马 还有巫统的吗 要知道哦,政治上面是零和博弈来的 对手多拿一票 伊斯兰党就少拿一票吗 所以不可能白白丢这个大便宜给阿克马的 那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呢 抱持着这个好奇心呢 我就打开谷歌 我就去想 KK的这一个便利店到底有没有开在北马四周 当我搜索谷歌地头的时候 我就发现,啊,真相大白了 我发现KK根本就没有在北马四周有任何的分店 邓家楼,吉打,吉兰丹还有玻璃室 你如果用谷歌去找KK supermark 你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一个结果的 他只会出现一些类似跟KK相关字眼的这个便利店 可是那些都不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KK 所以真相大白了 简单来讲就是伊斯兰党所管辖的北马四周 根本就没有KK 所以换言之呢 他们炒作这个课题 首先,北马四周的那一些选民 他可能会问回伊斯兰党 阿贝都KK 这个是相当搞笑的 这是第一点 他们的选民对KK本来就不熟悉 第二点就是伊斯兰党跟国盟 现在其实是有意识到 如果他们要拿下中央政权的话 那么就不能够在这一个保守极端的论述讲的太多 那换言之 现在北马四周根本就没有KK 所以他们炒作这个课题 虽然能够捞取一点点的这一个政治资本 可是影响力相当小 因为北马四周的人都不认识KK 反而有可能在这一个课题上面 彻底得罪了这个 从中马到南马甚至是东马的这一个非穆斯林选民 所以在这一个课题上 与其你说伊斯兰党是 估计这个王室当然有这一个存在 但是我觉得最核心关键的点就是 在这一个课题上面 他们讲的多 其实对于北马四周政权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核心的原因 那OK 那既然北马四周没有KK 然后呢 现在巫统现在当着一个出头鸟 尤其是阿克马 非穆斯林的这个怒火呢 瞬间就转向去巫统 然后还有阿克马身上 当然我没有说我们不能够转移怒火 我们肯定要转移怒火的 在这一个课题上 的确巫统做得相当的过分 但是大家切记 伊斯兰党不会跟你搞开明论书的 他现在没有做这一件事情 没有出来炒作KK风波 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利益跟这个所谓的伤害不成真比 他做了这一件事情呢 对他们哪非穆斯林的票有伤害 但是利益又没有很明显哦 所以呢他干脆就不做咯 这个就是我大胆的推论 大胆推论 那如果大家有疑惑的话 不妨自己到Google去搜索这个KK mark是否有在北马四周营业 那据我的观察是没有的 所以换言之KK的这一个800多家分店 大概率应该是集中在城市选区 而且是相对发达的城市选区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接下来要紧密关注的就是在中马 尤其是雪龙一带的KK到底生意是不是有着明显的下降 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在大城市的这些马来选民也选择杯歌 那么换言之呢 就是这一个事件真的是超级严重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初步判定 在网上留言要杯歌这一个KK的这些马来网民呢 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伊斯兰党的水军 但是我们无可否认 现在这个课题蔓延的相当严重 所以就算有水军也不会是大量的水军 那以上就是我的推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